据今日俄罗斯2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证实 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 视察了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 声明称 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 听取了指挥官 关于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过程中 用兵的报告 以及其他官员 关于在各个领域 俄部队行动作战支援相关问题的报告 声明还称 这位陆军上将 与俄罗斯军队指挥部的高级指挥官们一起工作 尤其注意在行动中使用自动化作战控制系统 而T提到 俄国防部这一声明是在俄罗斯军方透露 俄防长邵伊古视察参与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 俄军部队一周后发布的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6月26日公布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视察了参与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部队 邵伊古在视察期间 听取了军事行动指挥官们 对于当下主要作战地区的行动报告 他要求为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 提供所有必须的生活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